體壇大小事 We love sports 好 來 第一個標題 體壇大小事的第一個標題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的LAMIGO桃園棒球隊 百分之百賣給日本樂天集團了 你知道樂天是誰那個集團嗎 樂天就是一些網拍嘛 樂天 真的嗎 六天啊 就是那個樂天 對 他就是進到台灣開始要做一個虛擬的市場 然後開始買賣東西的這個 喔 是真的喔 然後他是日本的企業嘛 然後現在進到台灣 其實在台灣已經有經營了很長一段時間 那他在日本呢其實就有一支球隊了 在那個仙台 青森那邊就是有一個叫東北樂天 東北樂天 叫做六天Eagle 五連Eagle 所以他本身是有球隊 本來就有了 而且他還有足球隊 喔 足球 哇 對 所以那時候呢 中華職棒好像說要去發展的時候 他們一直都有去討論 要不要去加入中華職棒 去用新的球團 可是當他們聽到就是LAMIGO要賣的時候 就跟他們去接觸了 欸 有一支球團已經在那邊好好的了 對 然後經營的又不錯 那我為什麼不加入呢 不如就直接加入吧 那直接買下來 那這買下來其實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那LAMIGO在台灣的發 這個中華職棒發展時是非常重要的 對 為什麼是因為說他們的這個加油方式 他們的行銷策略 對 跟他們的這個 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六年 但這十年當中也創造不少的奇蹟 真的 就連這一次轉賣啊 也創造了第一次 賣給了就是外資 所以我有個好奇欸 那這樣他們以後會在台灣打球還是日本啊 台灣啊 喔台灣 果然是沒有看體育的 我還是在台灣 所以LAMIGIRLS沒有王 就LAMIGIRLS還在 還是你也不知道 LAMIGIRLS的名字會改 喔真的嗎 欸樂天來了之後 他不可能再用就是LAMIGO的 因為他是屬於 劉家 劉寶佑他們家族的這一個企業的 因為他已經百分之百買下來的 股份買下來 所以他就會已經在這個記者位上講說 我們的球隊會改名字 改名字 對會改名字 LAMIGIRLS可能也會改 叫樂天小姑娘之類的 哈哈哈哈 樂天姑娘 可以啦 好繼續 來怎麼樣呢 你會不會講這種 賣給樂天小姑娘 讓我們歡迎樂天小姑娘 來等等等等 就是非常的活力 很青春這樣子 你也拜託了 不過呢 這一次的轉讓其實 讓大家有看到不一樣的一個氛圍啦 因為他就是說 欸我們可以日本結合了 那日本的這些 比方說訓練方式啦 甚至他們要不要來幫我們蓋球場啊 什麼之類的 因為樂天非常非常會做的就是說 在地的企業 在地的文化跟球團文化結合在一起 你知道他們在那時候 有做所謂的這個 女 就是這個 樂天金金鳩女孩子日 女孩子日 女孩子日是什麼意思 他就會從那個火車站到那個球場中間 一整來變成粉紅色的 蛤 通道 然後就是有女孩子 你只要穿粉紅色就會免費 或者就是有一些什麼優惠 哇哦 好好玩喔 對就是他們很會創造這種話題 嗯 我覺得跟Lamigo想要創造很多的議題是蠻複合的 很會行銷 很會行銷這件事情 所以呢明年 Lamigo今年底就會結束了 那他們會辦一個就是告別賽 之後呢明年就會成立 就是樂天的一個新的球團 那現在是什麼 你們不知道 不過呢我們還是要非常感謝 Lamigo這16年來 為中華職棒位棒球的付出 也祝福他們 祝福他們 再來呢第二個 第二個體談大小事呢是 聽說跳草拳舞能改善高血壓 扭腰擺臀跳舞的降壓效果 不輸給飲食控制 哪泥 是的 這個呢 他們認為只要就是跳跳舞啊 就可以控制血壓到正常範圍 那是研究來發現的 他們是說高血壓是倾斜管疾病 最大的風險之一啊 但是呢 夏威夷原住民死於心臟病的風險 較白人高至70% 是死亡中風的風險的高4倍 那所以呢夏威夷一直想要找出 降低高血壓的方式 那美國心臟協會高血壓 一路夏威夷的大學已經就指出 嗯 他們教導患有高血壓民眾 分別吃 第一個是持續控制飲食 或是跳草拳舞 可以顯示的可以比較容易控制 對 欸可是你知道嗎 草拳舞它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非常非常柔軟的 另一個是非常快速的 扭屁股 扭屁股那一種 到底是哪一種我還不是很清楚 而且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是因為他們發現夏威夷的高血壓的 就是剛剛提到他們高速70% 那所以是專屬於夏威夷 所以他們夏威夷很多人在跳草拳舞 會不會其實在台灣高血壓很嚴重的話 也有台灣自己的方式 所以是三太子舞 對 菱形步舞 說不定也可以降高血壓 會不會 我哪有在 菱形步好像就是講這個 對 對這個我有點疑惑 這個我們有機會來找這個醫師來幫我們解答一下 不過你要正常的運動 才能夠降低任何的一些疾病 對啦 那草拳舞其實如果是很激烈的話 那真的很激烈 你有沒有看到那種屁股一直扭 電臀 然後上半身完全不動 可是已經流很多汗了 對 而且他們一定會保持微笑 但他們下面要動得很厲害 那其實很難 很矛盾 如果你能練成 你大概清血管疾病當然會降低啊 哈哈哈哈 那真的是蠻厲害 而且很累 是 那講到你剛剛講的那個什麼三太子舞啊 第三個 來 啊 很會接 新民波比 很會接你有沒有寫啊 哇 我們也是黃單里德國金鐘獎的呢 好 我們的新民波比 新民波比 一個問號 挪威選手法國 一個問號都講出來 選手 挪威選手法國三鐵賽奪冠 竟然 頭戴台灣的 公廟帽 破壞人順則公啊 驚驚驚驚驚驚 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叫做 Gustavidon 他是在這個 呃 他是挪威的選手喔 然後他在這個威尼斯 法國尼斯的鐵人三項的時候呢 拿了冠軍 可是呢 在台灣來講 重點是他那帽子 寫著 樸言順則公 好跳動喔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說 他在這個日本訓練的時候 他在路邊撿到一個帽子 他撿到這個帽子 然後覺得說很有趣 結果呢 他的成績很不錯 就拿來用到這個鐵人三項 然後奪冠 因為他會一直把它當作是他的信用 他就不知道上面是什麼字 太酷了 現在這個宮廟呢 已經好像 紅了嗎 他算紅了 紅了喔 然後他這個帽子 這個 他的那個什麼 加座的速度 跟那個蛋黃書 是一樣來不及的 哇賽 就是 他已經好像幾萬頂了 他本來就要多加四千五百頂 然後現在比方一萬多頂這樣子 了解 以後外國人來台灣 不只要買藍白托 還要買這個 浦岩順澤宮的宮廟帽 可以拿到浦岩順澤節嗎 對 因為我聽說這個挪衛選手 哇 我們要謝謝他耶 是不是 對對對 但是現在你知道嗎 很多宮廟也沒得來送 因為就是說 欸那我這個是有媽祖保佑 我這個是這個土地宮 我也要 還是其實順澤宮的那個 是那邊廟方 有人去那邊禁箱之類的 反正他就掉了那個帽子 他其實故意去做這個行銷的 不是 他去日本故意掉那個帽子 那個是因為有那個信徒 他就不小心掉的 可是現在已經研發出很多人故意 就是在那邊 路邊撒帽子 大家開始故意要丟帽子 對對對 無論如何啊 這個算是台灣另類的 台灣之光 然後呢也是一個 對台灣一個算是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行銷啦 嗯 好的以上就是體壇大小事 donner 你 怎麼 לים 好吃 也